你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林立如 新闻一开始 带您看到的是桃园卢珠区的225皮糖 当年因为南清路的开辟 不仅将原有的皮糖一分为二 同时也出现了皮糖变荒地的情况 而随着随处可见的垃圾 以及违规停车的问题 恐怕也会影响当地民众的生活 杂草重生的地面上 随处可见满地的垃圾 光用看的就让人觉得很不卫生 而这样的情形就发生在南清路旁的空地上 当年因为南清路的开辟 不仅造成原有皮糖一分为二 同时也出现皮糖变荒地的情况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2-5皮糖 原先原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口皮糖 因为南清路的开辟 为了通往高铁的联络道路 所以把这个皮糖一分为二 另外一半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常常在运动 接触到的常兴的水利皮糖 那另外这一边一直放会很久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整个荒废的状况 杂草已经很高 杂草重生 位在卢族区的2-2-5皮糖 因为临近工业区且居住人口众多 因此修器与停车空间的需求量较大 而目前桃园市政府虽然已经有划设停车阁 并增设常兴皮糖公园 但公共空间仍然不足 也导致围停乱象的发生 因为如主跟常兴 在这个6000多人口里面 几乎是没有活动空间 除了常兴皮糖以外 我们都没有公园的这个都市计划的编定 也希望把这个公园能够造就起来 也整理周边的环境 我们现在看得到 这个南京路路边的这个停车的乱象 可能造成交通意外的频率的增高 那本身它也是公园用地 所以郭立华在这一次的议会 总执行里面建议市长 能够把这个有效的利用 卢族区的二之二之五皮糖 因为是属于公园用地 因此市议员郭立华建议市府 能将南京路旁的荒地重新规划 并设置旅地公园与停车场 不仅要改善南京路的停车问题 同时也能提升当地的生活品质 记者王周军谈不道 观众朋友有想过 艺术走入社区 对民众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南京儿童艺术村为了落实艺术社区化 除了邀请海内外的艺术家分享创作经验 同时近期更是和社区结合 并且提供在地艺术家展览空间 借此让社区居民互相交流 走进南京儿童艺术村的公学楼 里面不仅有艺术家进驻 同时还有展示各式各样的艺术作品 而这些精致的创作 全都是来自地方社区的熟人之手 民众透过展览自己的创作 借此也让社区居民可以互相交流 此次的作品总共有81件 那都是学生精心创作的作品 也结合了社区 希望说让社区更多的朋友 更多喜爱艺术的好朋友 能够借由此次的展览 然后就大家能够引起共鸣 社区完全结合 大家都可以走路散步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么美丽的创作 我们也有在地的很多画家 都有参与这次的创作 大家散步来散步回去 这个是最棒的一个画展 南坎儿童艺术村 原先城市北区儿童之家的宿舍 而近年来在市府的改建下 也变身为儿童艺术村 并且跟文化局合作 不仅邀请海内外的艺术家 分享创作经验 最近更是与社区结合 借此提供在地艺术家 一个展现的舞台 这些时间我们与文化局 有一同讨论 希望说可以让艺术 这件事情在南坎儿童艺术村 可以更接地气 所以我们邀请到更 希望可以邀请到更多 桃园在地的艺术家 希望透过这些艺术的媒合 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桃园在地艺术家的作品 相当多国小的户外教学 会愿意来到儿童艺术村 那我们也会透过导览员 来帮小朋友介绍这些展品 小朋友跟展品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看到其实 已经不像在一般博物馆 那么的距离那么遥远 那可以让小朋友更贴近 而且近距离的观察 目前南坎儿童艺术村的二楼 正在展出如足在地画室学员的艺术作品 不仅有各式各样的画作 同时还有色彩缤纷的陶瓷作品 而南坎儿童艺术村 透过落实艺术社区画 期望要拉近艺术与民众生活的距离 记者王中军台报道 桃园市政府近年来积极在公园内 设置共荣式的游乐场 而日前位于大园区的横峰书法公园 在市府和民众的共同设计之下 不仅是设置了两层楼高的大坡面溜滑梯 同时在溜滑梯的下方 还规划了沙石游乐场 期望要借此提升当地民众的休憩环境 位于大园区的台湾横山书法艺术公园 平时就是许多民众散步的好地方 而桃园市政府为了增加当地的休憩空间 因此在日前设置了共荣式游乐场 期望要提供民众亲自共游的好去处 这个公园设置起来 我们跟小朋友在这边可以玩得很开心 然后看起来环境也算蛮干净的 好玩 什么东西好玩 就是玩这个配配租个车车 还有沙石对不对 对 小朋友还蛮喜欢的啊 对 而且是沙子的溜滑梯 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脏 冲一冲就沾进了 桃园市政府设置的横山书法公园 共荣市游乐场内 除了有两层楼高的大坡面溜滑梯 及韩馆外形的游乐隧道以外 同时溜滑梯下方还有与民众共同设计的 沙石游乐场 而这次市府透过跟民众一起发想 期望要打造一个适合全家游玩的游乐场 这些设施的规划主要是我们在前面 有做了社区的参与工作坊 邀请了爸爸妈妈跟孩子们 来共同对游戏场做提案 我们设置了包括两座摩石之溜滑梯 三座的鞦韆 以及旋转杯 以及韩馆式的邮具等等 那这些的邮具设置 结合到我们的整个皮堂的公园的步道景色 还有在恒山苏法公园上面还有一个美术馆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面 让三代都能够在这个公园进行游乐玩耍 跟增加亲子交流的机会 目前恒山苏法公园内的公荣室游乐场 已经正式对外开放 而民众来到苏法公园 除了可以到游乐场游玩以外 同时也可以沿着皮堂散步来享受河岸景观 借此促进家庭成云间的感情 很多夫妻在结婚多年后没有办法来生育小孩 很多人就会透过习俗求子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到庙里来拜拜 而日前就有一对夫妻向慈护宫的助生娘娘求子 或许是冥冥之中有保佑 不久之后就接连生了两对龙凤胎 特别来到慈愿宫来还愿 位于桃园的慈护宫主奉妈主 是不少民众的信仰中心 然而日前有一对夫妻多年求子不得 于是决定寻求宗教信仰 向慈护宫的助生娘娘求子 没想到接连生了两对龙凤胎 让夫妻相当高兴 我们庙里面有一个自身娘娘 已经一百多年了 自身娘一百多年来 那么有一些民众在过程当中 结婚以后都没办法生意 那么就在这里请求我们的自身娘娘 那一年最后才怀孕 然后就是一怀就怀了双胞胎 然后之后又来了两个 真的是很感谢妈主娘娘 可以赐给我这四个小孩 结婚七年的夫妻 回想起过去求子的过程 当时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看过了 也曾在肚子上扎了不少针 后来甚至也考虑要领养孩子 两夫妻也说可能是助生娘娘 冥冥之中有保佑 因此特地前来还愿 这边愿求咖 那一年就是我跟我先生 一定会怀孕 那其实那时候我才二十中 就二五二六二六二七岁的时候 其实对神明这个东西 其实并没有很放在心上 之后我的姐姐就跟我讲说 会不会是其实 你是不是有答应神明过什么 然后结果没有来过 结果后来我想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后来又回来跟神明道歉说 那时候年轻不懂事 所以希望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样子 结果后来隔年 我跟我老公就顺利怀孕了 许多夫妻结婚多年都没有小孩 不少人会透过习俗求子 最常见的就是到庙宇拜拜 因此此护工主委也特地赠予红包给四个小朋友 希望他们都能平安健康的长大 夫妻俩也相信这两对活泼的龙凤胎 就是老天爷给他们最棒的礼物 记者尤家宇桃源报道 迈入第二十届的国人自治 优质儿少节目五星奖的颁奖典礼 1月9号将在张荣发基金会 国际会议中心登场 一共是有45个儿少节目获得新等的推荐 那么推动20年来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相当的感动制作团队的用心 制作儿少节目 也呼吁媒体业者 在未来更能够重视儿少节目的领域 提升儿少节目的职与量 全台湾唯一向观众朋友来推荐 国人自治 优质儿少节目的五星奖 已经完成109年度的影片评选 将在1月9号进行 第20届的五星奖颁奖典礼 这项优质儿少节目的五星奖评选 由财团法人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担任幕后推手 20年来从不停歇 鼓励国人自治优质的儿少节目 去年获得美观星等推荐的多项节目 不但入围今年第55届金钟奖 其中获五星推荐的卡古档时光机 传承原住民族文化资产的儿少节目 更一举敲响金钟 拿下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 我们回顾这些年来 每次我们举办的五星奖里头 原住民电视台的节目 或者跟原名题材相关的儿少节目 进入我们五星奖 四星半的比例都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优质 像今年获得五星推荐几个节目 都已经在金钟奖 都已经得奖 入围跟得奖 所以显现这方面 第一个节目内容的品质 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 另外当然就是迪索所蕴含的 跟原名相关的内涵跟意义 我觉得对于这一个族群的乐听众 尤其是青少年儿童朋友来说 是非常具有意义跟影响的一些内涵 那当然我另一方面也希望说 这个节目制作出来 不只是给原名的乐听众看 其实它应该是属于整个台湾 所有乐听众 都应该可以去观看 跟拥有的一个环境媒体资源 所以透过这些节目的呈现 然后我们五星讲的鼓励 其实目的是希望更多人 能够去观看 去发掘这样节目 可以带给我们的 优良环境里头的成长的要素 多年来积极催生儿哨节目 另一方面 美观却也担忧 国内的媒体环境 常受限于人力和经费 会影响制作儿哨节目的意愿 因此也特别呼吁媒体业者 能重视儿哨节目的领域 为儿哨族群制作更多的优质节目 所谓的五星讲 就是优质儿哨节目的 这个奖励的一个活动 已经办了20年的 我们的目的当然就是希望 能够鼓励台湾的媒体界 多多制作优质的 然后有影响力的儿哨节目 提供我们儿哨成长 更好的一个媒体环境跟机会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也了解到 目前台湾的媒体环境 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所以相对来讲 在儿哨节目这个领域 无论是制作的资源 经费人力的投注上 可能都对媒体来讲 是有它困难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希望 能够借着这样一个 奖励的方式 鼓励媒体的儿哨节目的 从业人员 特别是媒体的老板 主席事者 能够更加努力重视 儿哨节目这个领域 为鼓励优质儿哨节目的产出 中佳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也积极参与并赞助经费 支持媒官举办 优质儿哨节目的五星奖活动 希望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也为儿哨的媒体环境 尽一份心力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针对社会老龄化的问题 以及社会所有 需要救助这些安养 所有的问题 我们希望桃园市政府 能够挺起胸膛来 向会府会及卫福部 来好好的争取配合 将桃园荣家 巴德荣家 改变为桃园市民安养中心 照顾所有需要照顾的市民 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火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